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任何一件善事 你也要好好观察自己的心 如果你做这个善事 是善心的动机 凹起一个善念 那你去做就对了 比如说我想 我今天想当普渡的义工 为什么 我觉得业力很重 我想消一些深夜 我去流汗 去费力气 耐劳 服务大家 这动机就对 那就放手去做吧 如果你是想说 你是想要跟人家竞争 有一个你讨厌的人 他也去做普渡义工 那我也要做 以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动机 或者你是想装模作样 把自己弄得很伪善 或者人家说 那现在捐一百万的人 他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大功德主 有人就捐一百万 他捐一百万 那我也捐一百万 这样子 这就是这样的动机 这样的一个心态不正确 企图顾名调狱 或者是竞争 就是离不开贪嗔痴 这时候你做这个善业 第一 你要尽量把它改正你的恶心 尽量以菩提心 来设自己的心 捐钱也好 祭品也好 放生也好 硬进也好 要有正确的动机 你想我这样动机不对 取而代之是慈悲心 菩提心 要来设自己的心 如果全力设自己的心 都设不回来 你那个恶心的竞争心 或者是称慧的心 去做这个善事 或者是孤名调狱的心 不如不做 你就停止这个善行 在你的心没有导正之前 不要去做 因为那只是增加你的恶业 所以这个业因果报的原理 你说复杂不复杂 你不了解的人 那真的是很难去心受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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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